我貼下去了 好 你對好了把它貼上去了 對,對好把它貼上去 對,貼上去然後就把這個試下來 對,你看所以客人就很快就可以把自己想做的做好 因為我們已經把上面的設計設計好 對,一般都這樣拍一拍然後就拿著 然後就 時間刻度就上去了 對,時間刻度就這樣就上去了 選擇喜歡的表面圖案 然後安裝機芯、表面、紙針、表殼 最後裝上表袋 自己手作的機械表就大功告成了 表面還可以加上自己想要的名字或圖案 來自香港的Jay看準台灣的文創蜂巢盛行 在松山文創園區 風格店家開設了海外的第一家手作機械表店 原本我們在香港已經六年了 六年以來我們就做了很多支不同的手錶 然後就覺得台灣文創旅行的比較多 因為我們的手錶是可以自自DIY 然後風格也是比較文創旅行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適合 當第一個香港以外的地方 就開我們的第一家國外的店 當然了,松山這個地方 我很久以前來旅遊的時候已經來過了 就是覺得這裡的風格很適合文創旅行的東西 然後我來了紙釋以後 也覺得這裡很適合當我們第一個在台灣的店的店面 所以就選台灣風格,松山這個地方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老一點的建築的 就是那些松山很有歷史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我把我們的店卸在松山那個很有歷史的地方 我就覺得很適合我們的品牌 因為機械錶的發展歷史悠久 再加上不用電池,戴上手錶,手錶就會動 讓它深深著迷 因此開始研究機械錶 自己設計零件,也教身旁的朋友製作 最後自創了首作機械錶品牌 對,我們的機械錶其實是從日本的SECO的機型來的 機械機型跟其他不一樣,首先就是它不用電池啊 它是要想發條的,想練才會動的 其實就是戴著,戴著其實就會動,就不像用電池一樣 還有它的特色就是你就是每天戴著它的時候它就會動 就不用說你要什麼時候隔一兩年就需要去玩電池,需要去維修 你每天戴著它,每天保養它,它戴十幾年也沒問題的 所以機械錶比較特別的地方 另外就是機械錶,就是因為在以前剛開始游的時候 是三四百年以前已經有的東西了 然後那個時候沒有電池,沒有電池,沒有燈 然後沒有其他的電池卸計的東西 也沒有工廠可以幫你做東西 然後每一個零件也是當時的治標師一個一個的做出來 然後它還是會動,還是做得很細,我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那個原理其實到幾百年以後,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做得好一點,做工作得好一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就是一個營類可以用一雙手就可以做一個 那麼準的東西是很神奇的 所以我就想把這個機械錶這個神奇的地方帶給大家了解一下 還有就是現在我們現代科技每一個人也是戴蘋果的 Apple Watch,然後很多電子的手錶,洗衣的手錶 其實很多人也忘記了為什麼機械錶是那麼神奇 然後在完全沒有其他工具幫助的情況之下 也能做出一個走勢走得那麼準的手錶 我就想把大家已經忘記了的東西告訴給大家 所以就是很想把機械錶那個很老的東西重新讓大家認識一下 其實以前我是跟手錶工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以前是從飛機工程公司做了幾年 然後我以前念的是化學工程 也是比較像是工程旅行的東西 但是手錶是我自己興趣啊 然後我們做走了以後就覺得 洗衣手錶看起來好像跟我以前念書啊 然後跟我以前工作完全沒關係 但是其實做起來其實工程也是一個講洗衣的東西 比如說以前的工程的做圖 做圖的工具啊,做圖的軟體啊 從我在做手錶的時候其實都是 全部都是用,也是在用那些相同的工具 就是以前做的是飛機的零件,現在是手錶的零件 其實看起來沒有關係 其實學習來的就是內容也是差不多的東西啊 然後就一開始是因為我的手錶有興趣 然後我就想希望可以自己改裝一些手錶啊 自己做一些把自己想做的手錶放進 元素放進手錶裡面啊 然後就一直在網路上就看不同的買零件的地方 然後就買下買下就不如要自己卸計就好啊 然後就自己開始自己卸計自己零件 然後我做了手錶出來以後就 身邊的朋友就覺得很好玩耶 這個可以自己做耶 然後我就慢慢給身邊的朋友去學這個做手錶啊 然後學一下學一下他們也有存在那個網路上 就貼我的東西,然後就突然很多人來找我做 然後就慢慢慢慢變成一個事業了 來體驗手做機械錶的客群 Jay說以情侶的課程最多 而在體驗課程中他也會介紹手錶眼鏡的歷史 希望透過推廣讓更多民眾來認識機械錶的特色 啊 客群應該大部分啊 八成也是情侶做給大家的 要不然就是一個女生做給男朋友啊 還是他們一起來做啊 大概大部分都是情侶 情侶的客群比較多 應該大概是三十歲二十三十歲左右的客群最多的 我覺得應該是手錶是不像階級啊 不像是手鏈什麼的 手鏈什麼的可能就會換不同的衣服 就會換來換去啊 但是手錶可能是一個比較不會有太多的東西 好像很多女生也有很多不同的戒指啊 跟手錶 但是手錶可能只有一隻兩隻 可能就比較重要的 還有就是手錶可以用的比較久啊 還有比較實用一點 因為可能送給男生的話 可能男生可能很喜歡戴Apple Watch 但是如果在去工作的時候還是需要一個 精裝的手錶去陪襯一下 還有就是手錶真的實用一點啊 甚至有用途嘛 他就真的可以看時間 就不像其他的禮物 可能就不一定有一個特別的用途 可能只是好看 但是手錶就可以又好看又有實用的地方 對所以感覺他們比較喜歡送一個 又實用然後又好看的東西了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十二點還是三點鐘過來 我們每一天要兩個時段 就是第一個就是十二點到三點 第二個就是三點到六點鐘 對然後我就覺得在體驗的部分 我就首先會跟大家說明講一下手錶的歷史 就是什麼時候發明手錶啊 一開始的時候是怎麼做啊 然後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是懷錶 然後現在都之後有手錶的出現 然後都之後是十英手錶 然後跟電子手錶都出現這個手錶的歷史 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之後可以了解一下為什麼手錶是那麼重要啊 因為手錶以前我們看時間都是從太陽 太陽 月亮去看時間是很不準的 但是有手錶發明以後 我們人類對時間這個觀念就準確很多了 然後之後一些科學的發展 然後很多是跟時間有關的發展 很多實驗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才能做出來 然後裡面還可以認識一下機械表的內容啊 那個部分是為什麼它會動 為什麼它沒有電池也會動 也會在那個DIY的課程裡面跟大家講 然後就是可以當然是最精彩的可以涉及一下你自己最喜歡的手錶啊 比如說你下面是可以加不同的圖案啊 加不同的名字 加你的星座 比如說你是送給媽媽的 你可以加媽媽的名字在下面 然後加一些不同的話在下面 然後最後我可以把所有東西拼在一起 就合成一個獨一模二的手錶 很少看到這種的 就是自己可以自己做一支手工錶 對的機械錶還蠻特別的 就想來看一看 這樣子 對 是自己要想要用還是想要送人 送人 送人 應該也可能會自己用嘛 對都有可能 像錶尼有無呢 其實是松菸風格店家 第二個有香港人來台灣創立的品牌 那其實像錶尼有無這個品牌的特色 其實就是它是全都是可以用自己客製化的方式 來完成屬於自己或者是要送親朋好友的手錶 所以它一路從它的機心包含到它的錶帶以及錶聲等等的 就是完全是可以用依照自己所選擇的方式跟形式 來完成組合出你自己的手錶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非常的扣合松菸風格店家 我們本身這個場域的定位 它其實也是提供一個平台給這些微型文創的品牌 一個實演 一個能夠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接觸 一個雙向互動的一個可能性 就以園區的角度跟園區的力量 我們給它的是一個就是說 一個場域 一個友善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裡面 還包含了其他的這些創作者的品牌 他們之間是可以互相的激盪交流 或者是去發想 或許他們可能之間也會產生一些合作 進而產生一些可能聯名商品等等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現在是積極的其實都在鼓勵這些品牌 不論是線上或是線下 那其實這個兩個環節的其實TA屬性 可能會是截然不同的 那藉由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包含像現在也是疫情的期間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巨變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的其實我們一直也都是讓這些品牌 能夠去給他們更多的這樣子的一個嘗試的可行性 能夠去找出屬於他們每個品牌自己獨特的一條路 松山文創園區風格店家 為微型文創品牌提供了一個創作者之間 以及創作者與消費者的交流對話空間 期盼充分展現文化創意與實作精神 讓更多民眾親身感受到風格店家的精彩內涵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